詞曲 李宗盛 我是覺得男人有幾個根本的障礙 就是對於退休後或者是非工作 非職場的社交有幾個障礙 第一個是男性在傳統的角色當中 普遍要維持一種比較高自尊的狀態 所以他們對於跟人家在一起可以玩什麼 扭腰擺臀非常的有限制 男人對於自己的那種形象很緊 因此很難有團體活動得到他們的青睞 可是女性其實一起做什麼事情 大家可以和在一起 然後例如說為一個什麼樣的活動 大家和在一起全身圖油彩 然後我就說頭上帶花來募款 什麼女人什麼都可以做 這就是女人的優勢 因為沒有那麼多形象跟自尊的包袱 只要是大家能夠在一起 情感上有都很開放 夫妻到老年的時候遇到這種落差 我覺得答案很明顯 就是男人要走出去 男人必須要成長 可是這個男人不成長的時候 太太如果說一直去指責他 他就會更避暑 因為他沒有得到鼓勵 所以如果真的要幫助他的時候 其實必須去設想有什麼適合他的活動 有一些男性在退休後很活躍 他們比較喜歡的活動 也是有啦 只是說太太要花一點心思 去找到他喜歡的東西 然後跟他一起去做 或者要把他帶進自己的圈子的時候 不要讓他覺得很自卑 以對先生的了解 然後再找一個其實先生可能可以上手的事情 然後自己是以一個 完全要陪他一起去參與的這種誠意來提議 然後成功率也是不低啊 也是有的 那如果說你真的不想管他 我覺得大概就是很明白的告訴先生說 你之所以能夠健康的活到現在 這一些休閒活動對你有多麼的重要 那你也鼓勵他找到自己的方式 可是請他給你這樣子的空間 那麼你有了這樣子的休閒活動回到家之後 你會很有活力的跟他相處 通常他們慢慢的不安感也會下降啊